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现在川普税改之后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在小学和中学上 这样就不存在一个奖学金的问题对吧 对对现在湾区的话 很多家长开始去看那个失利学校 当然像我们住的有很多学期 虽然房屋比较高 但是它的教育质量还是很好的 那这些公立学校的话 那就是不需要付任何钱的 对吧当然了 失利学校的话当然是可以用的 是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 529的这种用途的改变 也是川普政府鼓励人们更多的去选择 失利学校 实际上这个蛮厉害的 你像有的失利学校一年的话 中小学的话差不多三万块钱 两万五三万块钱的学费 那如果有的 硅谷的这个税率也比较高 一个家庭如果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的税的话 你如果是三万块钱的话 就九千块钱省税 对啊对啊 那很厉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529现在有了新的用法 如果家长们觉得 要送孩子想上私立的小学啊 中学啊高中啊 那这个是很合算的那件事情 但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说 还是有一些限制 然后呢我可以就是说 给你们利用别的方式方法 来设立那个大学的计划 OK是 那您觉得如果比如说 想选择一个529的一个项目的话 有哪些建议呢 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呢 或者什么样的理财公司 他们的这种529计划 会比较reasonable呢 我觉得529的计划 其实从理财的角度 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像我们的话 我们只是到了一个银行 开了一个账户 它529是非常regulated的 它是不是收你的 要收你个管理费啊 或者什么的 每个529计划都会收管理费 OK 可能不同的公司 稍微差别一点 就是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 但是不是很多 OK 主要的话还是因为能够省税 这个是最大的优点 是 但是从那个从理财的角度来说 他们的理财都是非常conservative 非常保守的 所以从return就是那个回报率来说 都很低 基本上23%左右 而且呢 它不能够让你 我们不能够选择 那如果说 因为现在说到美国的这个退休理财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联邦政府的这个social security 这个fund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 在运营方面 对对 这方面就是说退休理财方面 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些 对可以 但一般说到退休理财的话 人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那个social security 真的 等我们能够退休的话 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存在 而且他们一直是 本来只要65岁就可以拿了 现在说67岁 有的说69岁 所以大多数的 特别是工作的人员呢 基本上是用那个401K的方式 因为呢一个呢是可以省税 还有呢就说有很多的 特别是硅谷一些公司 他们会matching 就说你比如说放多少 他会帮帮你放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free money 所以很重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401K就说很受大家欢迎 当然401K呢有好处也有B处 每件事情都有一些好处也有B处 那怎么样能够就说 能够有一个综合的方式 您说它的B点 就是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不足之处呢 一个呢就说 它也是的 它不让你自己管理 一般的话是01K 而且呢它那个收费也比较高 它一般收怎么个收法 百分之二三左右吧 就是说不是self directed 就是是公司帮你做的话 基本是这样 而且呢就说 一年收百分之二三 百分之二到三 哇那蛮厉害的 都都 你看不见其实就在里面 你真的do statements 就是在里面 然后呢还有呢就说 它一般都是放在股票市场 那从这个角度 现在你看前几年的话还好 股票一直在涨 但是2008年的时候 那大跌2000年的时候 也跌了很多 所以现在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真的像 我们叫roller coast ride 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跌 但是大家都在说 经济家学家都在说 可能这个股票市场啊 包括recession啊 可能都是imminent 就说可能就是 不是明年的话 可能基本上 他们都说了 就是2019年啊 可能就很 有很大的可能性 会有经济风暴 对 你这种观点 对很多 不是我的说法 因为我也 当然是我自己 但是就很多经济学家 他看了这个 因为 但是美国在现在就业非常好啊 包括美国的这种投资啊 包括消费者的信心都很强啊 对 可能就是说 大家 我看到一种观点 就是说联储现在升息比较快 对 因为这个原因就 打击了市场信心 但实际上经济的基本面 还是很健康的 经济面是比较健康 但是有的时候股票市场 跟经济有的时候 并不是同步的 股票市场很大的一个indicator 它是interest rate 那现在的interest rate 你看那个30年的房价贷款率 对的 本来说只有三点几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贷款的话 其实是三年前嘛 30年的贷款是3.75 那很好的率 那现在的话已经 prime rate已经是五点几了 所以这个律师业涨得很快 那也会对那个股市有打击 然后呢 还有很多就是 它有market timing market timing叫有silical right 有好有坏 但是它有周期 对 那我们退休我们年龄 并没有周期啊 那正好是在最低的股市 你退休了 他们说 哎 那个股票会涨啊 那你有时间等嘛 OK 就是这个原因 是是是 那时候如果在股票最低点 你去把这个变现成钱 那就很贵了 就是啊 但是又几十钱花怎么办呢 对啊 就是啊 就是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 我觉得需要多元化 那么我能够就是帮你们 看看一下整体 然后把你们的理财 作为多元化的理财 跟你们有不同的策略 可以跟你们分享 是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话退休的话 人会比较安全 比较保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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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比较保险 而且呢 不需要就是说可以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 能够高枕无忧 是您出来三十年几个 对对对 中文还好 有很多用语已经忘记了 知道一点 但是在家基本上跟先生就是讲英文了 对 儿子也是英文 儿子也讲英文 所以所以就是爸爸妈妈还是在中国 他们现在住在北京 那生活用语有的时候会说一下 是是 对 别的这些话的话题的话就不会谈了 所以不太好 不过这是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了 对吧 你既了解中国人的一些行为和消费习惯 对 同中国人的语言 同时呢又了解 三十年很了解西方社会了 对 对了解这一行 对 政策策略 政策策略 对很重要 对美国的政策策略啊怎么样去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美国的政策策略 好 谢谢你